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視覺上幾乎垂直的陡坡 挑戰逆天離開地球 啊 再慢慢往下開 名副其實 雲霄飛車 雲霄飛之後我們看到 這個車子現在爬上的這個陡坡 叫做是鐵山 全世界它只有兩座 高度超過8公尺 坐上去什麼感覺 我們要來試試看喔 God bless 很難享受啊 我們在上這座鐵山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啊 我們兩邊的路 並不是同在一個水平面的 劉師傅說的輕鬆 但觀眾朋友您看看 車子停在45度極限陡坡 是什麼感受 那個坡度它不只是陡而已 它左右兩邊的坡度居然還不一樣 要看你的車輛會不會打滑 就從這一關開始 抓地力很夠 感覺就是躺在半空中 劉師傅還不打算放過我 我們到這座鐵山的高度達到8.25米 所以是兩三層樓高的意思嗎 對 所以說現在我們就是在三層樓的一個高度上面 三層樓高 view不錯 但刺激的來了 啊 45度 啊 我們踩著煞車 本來這造價1500萬台幣 全球只有兩座的鐵山 冰式越野之王 G系列休旅車 我煞車是寒太緊 連續陡坡 速溪過橋 一次修個夠 休旅車大戰參賽選手量級越來越大咖 冰式G系列七人座展現休旅王者風範 BMW X3走的是年輕運動休旅風 Masaladi來勢洶洶 在阿里巴巴天貓網購平台 100輛18秒掃空 休旅車越頂級越好賣 就看誰的性能強 讓口袋深的豪客願意買單 東升財經新聞 夜總統沈一騰 台中採訪報導